洗碗機 那在開始介紹這台洗碗機之前呢 想說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對於為什麼要使用洗碗機的這個心得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自己做菜可能是比較健康 但是呢大家為什麼不去做菜的原因 我覺得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呢我覺得就是備料 就是我自己覺得真的在做菜 我覺得備料的時間就會超過做菜的時間 可能你要買菜嘛 然後你買回來你要處理 其實就很花時間 那第二個讓我覺得我不想做菜原因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洗碗 我說真的我自己覺得洗碗真的是很累 每次一想到晚上來自己用好了 但是一想到要洗碗就覺得 哇要外送來吃好了 對所以我自己覺得備料這東西 你是不可能跳過的 就是等於你是一定得面對的 洗碗的狀況下的話 我自己覺得如果有一台洗碗機的話 我覺得就算是真的是可以幫助大家蠻多的 那接下來呢就跟大家介紹這台爸的洗碗機 那首先呢它是寬34公分 它的高呢是49公分 它的深度的話也是49公分 那這個大小的感覺是什麼呢 大概就有點像是一些烤箱 你把它立起來的感覺 差不多那個大小 因為像我們家其實也不大 那我覺得我們家的廚房如果都還算放得下 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的廚房應該說 都還算是可以容納它啦 那再來第二點呢就是它的重量 它重量呢它是10公斤 你要去對比的東西會是一些 呃家用那種內籤在怎麼家裡的那種洗碗機 那其實那種洗碗機都是非常巨大跟重的 跟那些洗碗機比起來我覺得它已經算是非常的清明的大小了 再來呢顏色的部分呢是黑色跟白色 然後我覺得它的設計上面的話也是蠻簡約的 那它之前呢它這個門板的部分呢是做比較亮面的 這一代的話呢質感呢就是去做霧面的 比較有質感系的夾電這樣子 再來我覺得它這個圓形的櫥窗的設計我自己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像是一個潛水艇的那個艙門這樣子 再來還有最後一個特點呢就是它的進水它不用去走水管這樣子 進水的話你是可以直接裝水倒進去的 你不用再去用個水路 那它的排水呢它其實是有一個孔 對你只要再用那個它的軟管 然後就可以送到可能排水孔 或是你就想要隨便放個角落 那你甚至你就是拿個水桶就可以裝那個水 我覺得它對於一般小家庭或是 呃你本來沒有規劃洗碗機的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非常的方便 你甚至可以不用放在廚房 你想要放在哪裡都可以這樣子 好OK那使用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插電 那插電完之後呢就是要安裝它的這個排水的軟管這樣子 那再來呢我們就要去插入它的這個卡夾 那這個卡夾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你就是可以把它想像成洗碗精 那它的安裝呢它就是把這個這樣打開 然後它一個卡夾可以洗30次 也有就是洗這台機身的卡夾 那當然我知道就是其實這種耗材 廣為詬病的就是說 那可能因為它的耗材很貴啊 那可能長期來講的話 就是會增加一個這個耗材的成本 那其實你真的用完 你不想再用它們家的卡夾 那你也是可以加入自己的洗碗精去清洗這樣 所以說我覺得也是很方便 對那開始使用之後呢 然後這邊就可以顯示 它總共呢會有六個清洗的模式 然後還有一個是齒外線消毒的模式這樣子 可能有些媽媽啊 有那種什麼奶瓶啊 或是小孩的那種餐具 你也是可以就是開啟這個消毒的模式 然後把東西放在裡面 就可以做一個齒外線的殺菌這樣子 那再來清洗模式的部分呢 它還有六個 就是它有像是玻璃啊 或是快速、日常、強力、環保跟蔬果 可能你在那邊繼續在備料或幹嘛的 那你把你的菜啊 什麼東西放在這裡面 就可以去做清洗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選好你想要的模式之後呢 我們就是再按一下這個開始 它就會引導你就是說 好那你要倒入多少的水 那我們就是把水的話 就是倒到這個地方 對 那接下來呢 就是等待這樣子 平常的話 可能你可以去使用快速的模式 或是你也可以使用日常的模式 就是假設一般的時候啦 對 那快速的模式呢 它只會需要20分鐘的時間而已 那快速模式呢 它的水量的話 是只會用到2.9公升 等於將近只有3公升而已 那3公升是什麼概念呢 一般來講 你要洗四個人份的餐具 然後洗20分鐘的話 會需要耗掉15公升的水量 那它只需要3公升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神粹 你很難想像 你平常在洗碗有多浪費水 那其實像是我自己覺得 我就是一個 呃 很不喜歡浪費水的人 所以說每次在洗碗的時候 我都很掙扎 就覺得啊 我這個水要這樣一直開嗎 我都會陷入這個 省水的這個心情裡面 好 那最後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洗碗機的這個配件這樣子 基座呢 它就是有一個籃子這樣子 它上面呢 就有些像是盤架啊 或是可能有些碗架 或是杯架這樣子 就是說它其實是有蠻多的 那可能就看你今天 比如說今天假設你就洗一堆杯子的話 它就有很多杯架 可以就讓你使用 那像是可能像筷子的話 它也有個筷子 筷架這樣子 然後它是用直立的 所以說也相對之下 不要省那個空間 也是可以放蠻多東西 像我現在這個都還沒有放滿 但是因為其實假設 你要洗的東西真的很多的話 它快速模式也只要20分鐘 所以說大不了你 你第一批沒有洗完 你可以再洗下一批 那其實我覺得也還OK啦 因為說真的 它就按一個鍵 你沒你的事嘛 那還有什麼好抱怨 沒什麼好抱怨對不對 總結呢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非常的方便的一台洗碗機 可能大部分 我相信廚房子沒有洗碗機 那其實你就可以使用它 或是 你已經有一個房子 整個廚房都規劃好了 你突然就覺得說 啊 我就是不想洗碗 我想要洗碗機 它也就是可以 完全就是直接可以 融入你的廚房 你不用再找人來重新安裝 然後什麼水電 搞東搞西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它算是非常適合任何人這樣子 今天如果你不用自己洗碗 我覺得 會幫助大家更想要去做菜這件事情 好OK 最後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希望可以幫我們按個讚留言 然後